我超震撼的 因為大家給我的感覺是一個 非常陽光正面的女生 我覺得她要冷靜 然後我也不知道 我完備也不知道回答 就是要講什麼 而且我不知道真相是什麼 我覺得 我是不是當事者的人 都沒有資格去評論任何事情 因為我現在就是 清官難斷加護者 有曾經對不起誰 需不需要給人家一個道歉 然後我就想到小時候 在我記得國小嘛 的時候 有開同學玩笑 然後 就是 對方有哭 然後那時候我還覺得很好玩 然後現在想起來就覺得 雖然說 年少無知 但是其實 發生過的事情 你會一直記在我的心裡面 然後 我後來我有 有傳簡訊跟 跟那個同學 道歉 但是我很想要 當面跟他道歉 因為我覺得 雖然說是很小很小 發生過的事情 但我覺得 其實他會一直在我心裡面 就是小時候的陰影 其實 有時候 是別人給你的陰影 但其實 我小時候 開同學的玩笑 是我給別人的陰影 但其實 我那時候 不懂 我以為是好玩的事情 那其實 在我心裡面也是 一直 有一份愧疚在 我們可以代價 所以跟大雅也是 還OK嗎 我不知道 我剛剛知道 我超震撼的 我超震撼的 因為大雅給我的感覺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陽光正面的女生 我不知道發生這麼多事情 在以前 但我覺得 做錯事情 其實我覺得 每個人都會犯錯 但前提是 第一時間 就承認這個錯誤 並且負責 那後面 就還有原諒他的機會 我覺得 我個人是這麼覺得 因為 我也會犯錯 但 我也希望如果 我犯錯的時候 別人會給我一個機會 我覺得他要冷靜 然後我也不知道 我晚輩 我不知道回答 就是要 要講什麼 就是 從 看到新聞到現在 其實 他就真的 就是 停止工作 我看到新聞他停止工作 然後也 其實也沒有 沒有聯繫 就是 也 我也不知道要 要 因為 我是一個晚輩 而且我不知道真相是什麼 我覺得 我是 不是當事者的人 都沒有資格去評論 任何事情 因為 我現在就是 清官難斷家務司 而且這 何況這比家務司還嚴重 那假設我 我去講什麼 那如果結果 跟我想的 不一樣 那我就 很尷尬 所以我就 也不知道 說些什麼事情 我 曾經被 好兄弟 當面 凶我 跟我翻臉 然後我就覺得 你在幹嘛 我是 當你是兄弟 我才這樣跟你玩 你現在跟我翻臉 是什麼意思 我那時候還這樣覺得 對不對 我小時候 十幾歲的時候 我甚至覺得 我甚至自圓其說 就是說 我會這樣欺負你是因為 我跟你夠熟 所以我才這樣弄 那 好像不是這樣 我現在四十幾歲了 我四十幾歲了 我到 我到已經近一半棺材了 我才 我才慢慢理解 不是你覺得沒關係就沒關係 那 小朋友的教育不能等